是騙人的吧 您的房貸余計供一百萬 請盡快貴還 否則我好像將會收回房子拍賣 不行 我不能斷工 說一下你的基本情況 說一下你的基本情況 不那個 你好 我叫金峰 今年二十五歲 不是畢業 愛好攝影 小姐你 你懂攝影啊 你能幫我看看這幅畫嗎 畫 這幅畫 這幅畫上為什麼是你和我 這 這不是畫 這是照片 這就是我和你 去找我吧 去找我吧 我一直在那個時代的 啊 住在哪兒 在拍戲嗎 穿著奇裝衣服 定是山上的土匪 你們是他們哪個劇組的 給我送我們兩個小心 兄弟 小心我打110 110 你今天叫誰來都不行 還是把他的頭砍下來 送官府領賞錢吧 官府 砍頭 媽的 老子不會是穿越的吧 救命啊 攀戰 你 好像是失蹤了三年的金鋒 村長 金鋒失蹤了三年 他只是長得有點像 穿得還這麼奇怪 十有八九十山上的土匪 還是砍了吧 你們別亂來啊 殺人可是要坐牢的 村長 村長 不好了 送親隊的又來了 這可如何是好啊 村裡無難盯可以取氣啊 難道今年的賦稅又要加五常 你看我幹嘛 跟你做個交易如何 什麼交易 朝廷 發媳婚兒 冒充我們村裡的村民去領一個 你要是答應 就不砍你的頭 還給你一套房 我考慮考慮行嗎 我答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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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開松開 金鋒啊 拿著你的身份牌跟我去領媳婦兒 身份牌 是這個嗎 這是什麼 製作的倒挺精巧 材質啊也特殊 但這不是身份牌 這些人連身份證都不認識 看來我是真的穿越了 就是不知道這是哪找哪的 這才是身份牌 收好了可別弄丟了 否則官府呀 被把你當流民抓去砍頭的 金鋒 和我的名字一樣 這身奇裝衣服 無關誰誤會的 去換身新衣服再來 村長單身男丁還沒找到嗎 那你們村今年的付稅要加五成 默契 人已經來了 金鋒 快去領媳婦兒啊 去呀 老子剛穿了 沒車沒房 應該沒姑娘看得上了吧 小王 小王 我選你們在幹什麼 金鋒 你居然沒死 你是 小小王 你還是成了我吧 小小沒事吧 我沒事 我們走 你不認識我 來人給我把那個掃把星 許配給金鋒 掃把星 對啊 就是掃把星 金鋒 你可不能娶啊 那是掃把星 會渴死你的 什麼掃把星啊 就是他 哎呀 這不是隔壁村官家的那個掃把星嗎 就說他見不得太陽 渴死親爹 到天前都沒人要 誰娶他誰死啊 趕緊跑 可千萬別沾染了眉韵 會死人的 金鋒 這個掃把星 今天就許配給你了 官爺 能不能換一個 這可是掃把星啊 這要聽陳秀才的 這個事兒 我說了算 就他 金鋒如果今天不舉他 今年村子的賦稅 加五成 啊 這可如何是好啊 求求你娶我吧 我會做飯 會洗衣 我什麼活都能幹 姑娘 你不用 魔鬼身材 怎麼會沒人要 我要 這麼漂亮的美女 不要白不要 你確定是美女 什麼 是爺妹 爺妹出來殺人了 掃把星 趕緊躲遠點 小心沾染是沒月 恭喜你啊金鋒 這個掃把星就歸你了 這不就是紫外線過敏嗎 來 紫外線 那是什麼線 金鋒確定要娶她 娶啊 為什麼不娶啊 我不是答應過你 要幫你忙的嗎 謝謝你金鋒 村裡會照顧你的 來 媳婦 過來給你一樣東西 我不想騙你 如果你不想娶我 你這個呀 就是皮膚過敏 用點防晒霜就好了 這就好了 這是我嗎 當然 這回呀 什麼藥 居然治好了關小柔 好漂亮啊 這麼漂亮的女人 應該是我的 金鋒 她可是掃把星 你想好了 這樣 我給你一次機會換人 你只需要把那個什麼霜 給我就行了 什麼意思 一騎娘子 去哪 金鋒 你敢罵我娘 我不會放過你的 這穿越 開局白見你個小媳婦 相公 我們這是去哪兒啊 回家啊 我 我好像還沒有住的地方 來來來 小楓啊 這以前就是你的家 你可能不記得了 現在給你了 真破呀 我這剛娶的媳婦 咱不說弄個豪宅吧 但也不能這麼破吧 這破房子也配娶媳婦 不會的相公 這裡已經很好了 你們哪 先收拾收拾 有事找我 我先走了 相公 這個還給你 又不是值錢的 你收著吧 這鏡子看起來十分通透 比銅鏡要好 怎麼會不值錢 拼稀稀兩塊二一打 值個屁錢 你要想要的話送你了 就當是彩禮吧 謝謝相公 不管了先吃飯 一粒米都沒有 老鼠都餓死了 真窮 這下怎麼辦 這剛結婚娶的媳婦 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 沒關係 我可以去山上玩野菜 吃什麼野菜 還不如吃方便麵 對啊 方便麵 我怎麼忘了它了 居然淪落到吃泡麵 好香啊相公 這是什麼啊 方便麵啊 啊 你嘗一嘗 味道一般般 嗯 這也太好吃了 這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麵 一旦方便麵而已 至於嗎 要是以後每天都能吃這麵就好了 還有人喜歡天天吃泡麵 對不起相公 我把麵都吃完了 小肉這幾天可以不用吃飯的 用不著吧 要的 朝廷規定 侍靈女子一年嫁不出去 就要多收一年的糧食稅 我嫁了三年都沒嫁出去 哥嫂都嫌棄我是造吧星 不給我飯吃 這次要是再嫁不出去 就要把我賣進雞院了 原來如此 怪不得你們都求著嫁出去 今天這麵實在是太好吃了 小肉就全吃完了 浪費了家裡的糧食 萬惡的封建社會 不是我不是說你啊 我是說以後一定讓你吃飽飯 謝謝相公 對了 這是小肉的嫁妆 我 真道天 現在娶娶兒可是要上百萬呢 哥嫂平時不給我錢 這都是我偷偷存下來的 我知道有點少 小肉以後可以少吃飯來補償你 放心 等我以後有錢了 我一定帶你回娘家 好好教訓你哥哥和嫂子 就剩這兩袋泡麵了 這以後吃飯都是個問題 我該去哪弄錢去呢 對呀 我可以去打獵呀 四隻兔子兩隻雞 還不錯 這年頭 應該沒有什麼野生動物保護法吧 算了不管了 先賣再說 才賣了二百元錢 這點錢都不夠交稅 接下來可怎麼活呀 哎呦 這不是金鋒嗎 來趁你幾頭啊 宣家露宅 別走啊 來看看這是誰呀 金鋒 這是怡紅樓的秀秀 三年前你為了她倾家蕩產 可惜她現在 還是跟了我 什麼秀秀姑娘 我不認識啊 金鋒啊 不要妄圖用這種方式吸引我的注意 我 不是能急遇的 希望你能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什麼身份 我就配鑰匙 你配嗎 你 該怎麼掙錢呢 大家都來看看啊 一紅月高價選賞畫師 為花魁做畫 賞音五十兩 有了 真用五十兩 當然 但前提 你要先得到青竹花魁認可 如果你的畫作能被選的話 不僅能得省音五十兩 還能與青竹花魁指銷一度 算了 我有報名 謝謝 報名費一百文 還有報名費 那當然 你不知道這是規矩 他懂個屁規矩 你還真是陰魂不散啊 他就是鄉下來的一個窮鬼 哪來的錢交報名費呀 你 沒錢還想進青樓 快捆 誰說我沒錢啊 這裡面是兩百文 剩下的一百文 就當賞你的 大爺打得準 您請 你站住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根本就看不上你 你趕緊滾 我看見你就惡心 惡心呢 就是有病 有病就去吃藥 我是來給花魁作畫的 不是因為你 笑話 你也會作畫 關你屁事 你 來人 有人在怡洪院鬧事 把他給我趕出去 誰敢在老子的地盤上造事 不講活了是吧 就是他 一個窮書生 還說要給花魁作畫 簡直是笑話 窮鬼 趕緊滾 這裡不是你能來的地方 我憑什麼不能來 老子是交了錢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說他是土包子吧 以為給了報名費 就能進來 不知道 這裡是我等高貴讀書人 吟詩作對的地方嗎 神兄說的沒錯 此乃我的文人劇 極致地圖包子 走開 趕緊滾吧 看你就不像讀書 可待讀書人都這麼可 看小爺今天 不給你們點厲害瞧瞧 讀書人 你信不信我做個對聯 你都對不上 狂妄 你且出聯 聽好了 上聯時 三光日月星 怎麼樣 傻了吧 連個對聯都對不上來 不學無術 你公子大才 今日 也是來為青竹做話的嗎 珍珠小姐 你可千萬別信他 我與他同窗六年 他根本不會做事 純粹 就是來鬧的 對 我認得他 根本不會做話 論作話 我不是針對你們某個人 你們在場的所有的都是垃圾 放棄 你敢侮辱我的 不不不不不不 你還沒有被我侮辱的資格 好啊 警方 你可敢與我賭一場 好啊 賭什麼 就賭 為青竹小姐做話 你若是輸了 今日便跪下鐵我的鞋 然後脫光衣服滾出去 是光著身子走出去啊 行 那要是你輸了呢 我會輸給你 也罷 我要是輸給你 我也光著身子走出去 而且 多給你五十零 這哪好意思啊 就看你的話題 是不是比你的嘴 是 青竹小姐可以開始了吧 在下已經寄養了 我的照相機啊幾可難耐了呢 那就開始吧 在下先來 我作畫不能有人看著 需要用簾子遮擋 花種取種 全球 這難道是狼猴金筆 價值萬金的那種 沒錯 今日我去用此筆 五花魁作畫 希望青竹姑娘莫要嫌棄 陳公子 您客氣了 我可不像某些人 連只像樣的好筆都沒有 是 又照相機還要什麼毛筆 是 今日 我就讓你知道什麼叫畫技 我永遠是你們這種土包子 仰望的存在 希望你的畫不要太難看 此乃在下的卓作 還請青竹小姐點評 畫得好啊 陳兄不愧是本縣單親一道的魁手 在下遠不如你 陳兄大財 我的畫作也不必看了 陳公子大財 青竹甚是喜歡 青竹小姐過獎了 青竹姑娘 陳公子此畫 當值千金 您可要好好珍惜 這畫的什麼呀 就這還值千金呢 這倒貼千金我都不要 瞧不起我的畫 這畫的不好 還不讓人說了 你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麼大作 他一見落魄書聲 畫技拙烈 如何能與陳兄相比 只不過是 極度陳兄罷了 他的畫作也沒必要看了 讓他跪起點鞋 然後光著身子出去 氣群裝逼粉 看老子今天不吊塔你們 那你們倒是評價一下 我的畫作如何呀 這怎麼可能啊 徐徐如生 簡直一模一樣 這畫好似青竹姑娘 自己走入畫中一樣 怎會如此想想 就連屋內擺設都清晰可見 此乃神作 非凡人的畫 金凶大財 方才多有冒犯 金公子 這真的是你畫的嗎 不錯 是我畫的 是我拍的 這不可能 怎麼 你想賴賬 鐵風 你速速招來 你這畫作 到底是何人帶畫 要不然 我讓你名譽掃地 你這是輸不起啊 陳兄 讀書人要有器量 你確實輸了 不我沒輸 這一定是別人帶畫的 青竹小姐 你要相信我 這一定不是他畫的 陳公子 你冷靜一點 你剛剛為我作畫 我很高興 但也請你願賭服輸 你看看這畫 無論是我的川竹 還是這裡的陳舍 都清晰可見 而且連內 也只有金公子一人 他如何待避 唉 玩不起啊 就別玩 此次作畫 金公子贏了 我記得我和某人 還有一個主緣 是不是啊 在旅行 金風你不要太過分 倘若今天輸的是我 那你會不會放過我呢 願賭服輸 舔吧 金公子 要不還是算了吧 那怎麼能算了呢 這樣的話 豈不是這陳公子 言而無信了嗎 你開個條件 你先把那五十點 結一下 就五十點你還磨磨唧唧 錢都給你了 這下可以放我走了吧 那怎麼能行 這是賭約中你該給我的 還有這田角和光的身子跑 啊 金風你不要太過分 金公子 不如讓陳公子 再多給你一些天筒 您覺得怎麼樣 那是什麼 拿出來看看 陳公子 這可是你準備給我的發簪呢 價值一百兩 哎呀散開 不錯 我的了 這下你滿意了吧 滿意滿意 以後啊 有這種事兒再叫我 啊 金公子 上樓一序 奴家為你吹消 吹 吹 吹消 這花魁的房間就是不一樣 金公子 我去準備一下 待會兒奴家與你吹消 好 去吧去吧 天啊 天啊 古代美女就是我 嘿嘿 哎 哎呀哈哈 金公子啊 金公子 你怎麼把衣服給脫了呀 真的是吹消啊 我還以為 那個 我我我我我我留點熱 涼快涼快 金公子 樓家 與你吹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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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啊 我們青竹小姐吹消的滋味 如何呀 還行 就是有點困 那公子不如早點回去休息 我們青竹姑娘可是第一次與人吹消呢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公子慢走 可惡 青竹本來應該為我吹消的 啊 青竹 我不會放過你的 三天之後 就是你的死期 小仁 人去哪兒啊 小楓 不好了 你家娘子在虎山遇到老虎 什麼 村長 你剛剛說什麼 小楓啊 你有戒愛呀 那虎山非常的危險 不行 我要救她 小楓 別衝動 別衝動 那是老虎會吃人的 小柔是我老婆呀 那也不能把自己的命給搭上吧 小楓 小楓 就靠你了 小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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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一下完了 啊 小柔姐 我們該怎麼辦 相公回來救我們呢 一定會來的 別怕 你們都別怕 你哥哥肯定會來救我們的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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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柔啊 小柔是我 小柔 小柔你快走 這有老虎 沒事 老虎已經被我打死了 這真的嗎 當然 福西你看 真的死了 沒事沒事 金鋒 你看到我娘了嗎 在那邊 被嚇暈了 娘 哎呀 金鋒 老虎 村長 不用擔心 老虎已經被我打死了 真的是你打死的 嗯 對 金鋒啊 你可真厲害呀 你可是我們村的大虎英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恩公 金鋒小哥 謝謝你救了我們的命啊 大娘 您快起來 您這麼大年紀還跪我 這不是折我瘦嗎 快起來 金鋒小哥 你可別這麼說 你是我們的大恩人呢 回家我就給你立個長生牌 給你放在我們家祠堂上面 我這一輩子都要供著你 這使不得使不得 鋒哥 你救了我娘和我妹妹 以後我這條命就是你的了 只要你以後不拿殘草 太刀總砍我就行了 那時候以為你是土匪來著 好好好 咱們把這老虎給蓋下來了 免得嚇到別人 都看看 都看看啊 這可是小鳳打的老虎 小鳳哥真厲害呀 一個人打了這麼大一隻老虎 要不是為了小柔 我也不敢殺 金鋒假的 你男人哪 可真厲害 你以後有福了 村長 您可別說了 小柔啊 他臉皮薄 你要是把他給說哭了 那還得我哄 我早說過 小柔啊 他不能見太陽 說明什麼 天生就是富貴命 以後啊 誰要是再亂嚼蛇根 說他是災星 我就跟誰騎 不會了 不會了 小鳳啊 朝廷有規定 殺虎有賞 你呀 快把老虎送到县涯裡去吧 殺老虎還有賞 最少一百兩 一百兩 那是自然 不但有賞錢可以拿 還會獲得一個大虎英雄的稱號 還可以減稅三年 三年了 三年了 也就是說 接下來三年 我都不用交稅了 沒錯 快快快 再送到天涯裡去吧 啊 走 走 小鳳 曾老虎 那幾乎個主匪再來 岂不是 衙門重地 來者何人 我呀 是西河灣的村長 我們打到了一隻老虎 特地來領賞的 殺老虎 你看你看 哎呦 這這這這真的是老虎 我去禀告大人 好 好 哎呀 下一個可以拿到很多東西的事 來了來了 這老虎是何人所殺 回大人 是我們村村民金鋒所殺 莫非你是在匡辯本官 他一介书生 手無腹肌之力 如何殺得了這猛虎 楚步大人 是真的 我們哪 都看到了 告訴本官 你是如何殺的這猛虎 呃 我是用公奴所殺 哦 是公奴 這倒也說得過去 來人 呦 為這位打虎英雄 頒發獎勵 這英雄獎牌可免三年付稅 一百兩文銀是獎勵你為民除害 希望你為我京川百姓繼續做出貢獻 學生多謝主步大人 你是本縣學子 暫時無公民在身 既然如此 願你好好讀書 爭取早日靠去共鳴 老夫 記住你了 哎呀 謝大人 哎呀 村長 張梁 這些錢 你們拿著 哎 這可使不得 哎 哎金方 這是你一個人打的老虎獎勵 我們怎麼能拿呢 大家都是自己人 這些錢給你們 你們就拿著吧 要不然我可生氣了啊 金方啊 今天天色也不早了 今天就住在這裡吧 明天再回去 好 哈哈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真正氣 哎呀 嘿嘿嘿 哎 好像是侯爷 肯定是看錯了 侯爷正在邊境 怎麼可能會來金川呢 哎 各位 久等了 超風啊 這些 是買給你家娘子的吧 過段時間 我打算帶她回娘家一趟 所以 置辦了一些東西 要說這小柔啊 真是你的福星 不是掃把星 記住 以後 或許有人再說小柔 是掃把星 明白嗎 明白了 明白了 村長 走走走 走 哎 昨日的打火英雄呢 他們半個時辰前離開了 什麼 禀告青公子 那個人已經離開 我們來晚一步 不知幾位所謂何事 不該問的別問 昨晚我看了那隻老虎 發現殺虎之人見屬其高 所以想要解釋一下 並沒有惡意 如果你今後再次看到他們 勞煩你來 那城南的慶豐別院 通知一聲 必有重見 恭送侯爺 侯爺 咱們現每年都有打死老虎的 您要是喜歡打虎英雄的話 明天我給您找幾個 不一樣的 啊 那隻老虎 兩條腿都被箭矢動穿 額頭上那一箭 也是直接擊穿 你說殺虎之人是一名書生 那就證明此人手裡 一定有一把先進的功 先進的功路 張木頭 北方戰士正緊 極缺這樣的功路 請你務必幫我找到此人 領命 這又送給你 不行 這太貴了 我代不起 買都買了 你要不要的話 那我扔了 別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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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在網上騎到的 炮轟套的軍管用 相公 你為什麼給小人買這個呀 明天帶你回娘家呀 媽呀 老三家的在一起回來了 太好似不是被趕回來的 剛才他們兩個還在一起笑 快點把老三喊回來 不能再讓災星僅存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相公 我不是災星 他怎麼拿回來呀 還記得我說的嗎 你看他回來了呀 幹什麼呢 咱們又不是他們家的大名 把他們的話當放屁就行了 這樣他能嫁起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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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這是我相公 趕快回家了 姑爺 你竟然在送進隊中 去了小柔當你的婆娘 就再也不要送回來了 你心心好把他帶走吧 要不然 他的哥哥會打死他的 丈母娘你先起來 天哪你去上門 丈母娘先給我磕頭 小柔在娘家一定過得很差 娘 當家的不是趕我回來 我們是來看你的 還給你帶了禮物呢 那 老天爺 終於開眼了 小柔 你遇到一個好姑爺 來姑爺 屋裡坐 不許進來 這位大嬸 你是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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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啊 在下金峰 是小柔的夫君 裴錢貨 你回來幹嗎 趕緊給我滾出去 我回來看看你 一個老不死的東西 有什麼好看 我看你是想回來蹭飯的吧 三一二 人家小柔是回來看我們的 還帶了禮物呢 咱們村誰不知道 賠錢貨嫁給了西河灣最沒用的書呆子 能帶什麼禮物回來 最多帶一把野菜 輸人心思最壞了 看地想拿那野菜回來 讓咱們有糧食回禮 嫂子 你當我罵我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這麼說我相公 果然是個白眼狼 剛嫁出去就或者夫君忘記娘家人了 聽不下去就滾出去啊 你 小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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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坐 說你是災星還不信呢 你看看 剛進門就把短命鬼給客犯病了 住口 相公 救救小蛾吧 沒事 是滴血糖 滴血糖是什麼 不說八道 哎呀 喝一碗糖水就好了 居然讓一個書呆子治病 致死這個短命鬼才好 那就不勞煩大嫂你費心了 你 醒了 啊 醒了 醒了醒了 不是說關小柔架了一個書呆子嗎 怎麼變成郎中了 對啊對啊 這我怎麼知道啊 我相公不僅是郎中 還是打虎英雄 後山那隻就是他打死的 裴錢貨 吹牛可不是這麼吹的 那老虎一丈多長 咱村裡三十多個磅小伙都留不住他 就你這種書呆子 還不夠老虎一巴掌拍的呢 小柔沒有吹牛 村長 村長沒吹牛是什麼意思啊 早上我到了西河灣見了村長 他跟我說啊老虎就是小柔的相公一個人打死的 村長 就他這身板怎麼可能打死老虎啊 小柔的相公啊是神劍手 三劍就射死了老虎 西河灣一大半的人都看見了 官府啊還給金峰一筆銀子 所謂獎勵 你們都應該好好謝謝人家 金峰打死了老虎 你們才能去後山挖野菜 對啊我們啊定會被老虎叼走 多謝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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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了 只要今後你們不再說小柔是災心就好 他呀現在是我的福心 是是是是福心 官府給錢 剛才的賠錢小柔背的真的是禮物啊 老三家真是走了大運啊 找了個打虎的英雄做姑爺 三家也真是的 這麼好的姑爺還往外趕 老官家的人就知道狗眼看人低 現在傻了吧 這 小柔你的病呢需要多吃糖 來嘗嘗這個 謝謝姐夫 剛才是我瞎了眼 居然沒認出姑爺是打虎英雄 你別跟我一般見識 我可以不跟你一般見識 但是你欺負小柔的仗子 這一巴掌 算是我給你賠不是了 不用給我賠不是 你罵的是小柔 小柔以前是嫂子錯了 我不是人 我不該欺負你 你也知道咱們家是什麼樣子 算了嫂子 以前的事就讓她過去吧 多謝小柔 嫂子去給你做飯去 嘿嘿嘿 相公 嫂子剛才 讓我拿五斤糧食回家 她可真的是大方 嘿 相公 我給你納個妾吧 納妾 納妾 這古代的女人都這麼開放嗎 結婚沒幾天就要給夫君納妾 相公 我帶你去見見她吧 走 嗯 看就是她 我最好的朋友冬冬 她讀書寫字 還會算數呢 這不是一戶院那個花魁嗎 走 我帶你去見見她 嗯 見她 那我去妓院的事情岂不是 我還是算了吧 為什麼 嗯 是你啊 哈囉 你們認識 呃 算是認識 冬冬多謝恩公 救我脫離苦海 啊 冬冬本是大戶人家出身 奈何家境衰敗 只能去青龍賣藝 化名青竹 上次恩公你送我絕世化作 妾將其贈予青龍得以赎身 一切懸仰著恩公 冬冬萬謝 那話那麼值錢呢嗎 恩公 妾莫用銅秀之物 羞辱曠世俱作 此畫已被慶公子收藏 納入國寸 無數畫師 花萬斤都不得欠 都這麼值錢 就多拍一句 冬冬姐 你和相公認識啊 小柔 恩公是你相公啊 那天是這樣子的 恩公把這幅畫送給了我 啊 原來是這樣 是相公救了你 恭喜你啊小柔 你得意良人 冬冬姐 不如你也嫁給我相公吧 省得被送去送心 對讓人挑選 我相公人很好的 小柔 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但我想自己試試 如果真的活不下去的話 到時候我再去投奔你們 好 那就這麼說定了 好 好 小柔 去你家还能吃大米饭吗 中午的大米饭太好吃了 可怜的孩子 不仅有大米饭 还有馒头 煎冰果子 你想吃什么 就让你姐姐给你做好不好 嗯 好 走 你们 你们这 谁知道会出这一档子事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 哎 金峰回来了 哎呀 金峰小柔 你们可回来了 你家遭贼了 快去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什么 这是干什么呀 当家的 家里的钱全部见了 小风 村长 你有没有见到那个贼人长什么样子 还能是谁呀 谢光 谢光那个王八蛋 就他一个吗 好像还有一个 出生大半的人 似是陈秀才 又是他 对不起 风哥 我没追上那贼人 没事 人没事就好 家里丢了什么 卖户的银子和家里的积蓄 加起来二百多两 连村里的人都偷 早知道就饿死他算了 小风啊 你放心 兄弟一定给你做主 风哥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后山 我就算追到天明 我也要把那贼人给你追回来 杨哥 别着急 林子里说不定还有老虎 为了这笔钱把命搭上 不知道 这可不是一点钱啊 丢了你的日子可怎么过 钱丢的不要紧 我还会打猎 饿不着 小风啊 你快去劝劝小柔吧 别哭坏了身子啊 散了散了 行走 你走吧 哎 走吧 是他鸟子 一定是他 我只有这么一个仇家 那就别跪了 别哭了 相公 家里的钱全部见了 那可是你拼命挣的 给你看样东西 钱不是被偷了吗 没有 钱我一直随身带着 那你说什么都被偷了 哎 才是两岁人 没找着那小子的钱 要不然 咱俩就发财了 那小子 一定把银子放在了身上 加上卖老虎的钱 应该有二百两 二百两 这些钱都是我的 现在 我们已经被发现 再去 是不是 怕什么 我现在是老虎山的三当家 他们如果敢动我 大当家都能把西河湾的人杀光 那我们什么时候都杀了 宋明湾 平方 你死定了 还有你老话 只有一张床 哎 今晚可能要睡沙发吧 相公 今晚可能要委屈你了 没事 不委屈 大不了我去 委屈你和我们 挤在一张床上睡了 啊 这 这不太好吧 姐夫姐夫 一起睡嘛 古代也这么开放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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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今天就先委屈委屈你吧 兄弟 今天就先委屈委屈你吧 不过我造出更先进的纺车的话 你嫂嫂的织布机太旧了 我给你造台新的 先进的 哎 金锋不去打猎 捞腾那些木头坐山 可不是吗 前几天我还以为他转性了 谁知道现在手里有点闲 又开始好吃懒做了 哎 姐姐 村里都开始说闲话了 你跟咱姐夫说说 别让他在家里闲着了 小鹅 你姐夫最近没偷懒 你看 他给我坐了一辆轻房车 非常厉害 比之前十天织布的量 这怎么可能 我给你演示看看 你看 之前要十几天才能织成一块布 现在只要一小块 哇 姐姐 这纺线纺的也太快了吧 姐夫也太聪明了 这个 好方便 小柔 嗯 这可是个宝贝呀 怎么能让人随便看呢 大家都是邻居 看看怎么了 看看怎么了 你个傻丫头 这可是个能传家的宝贝 你知道吗 算了 你相公呢 嗯 在那边忙呢 安公 我想嫁给你 啊 安公 我想嫁给你 难道是我救了 还有一身相许 安公 我是这样想的 你把纺车借给我 我去城里找人借钱 然后找人一起开纺织作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直接把纺车卖了 还是找人投钱开作坊 这么好的纺车 卖给别人 那才是傻子呢 那你把我当傻子 安公 要不 你跟我合作吧 我家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我有纺车 你穷得连付税都交不起了 拿什么跟我合作 我可以嫁给你 东东 你终于想通了 太好了 走 咱们去我奶奶家 拿你的东西 哎 你们两个 你等一下 回来 为什么 我家在没有没落以前 就是做不皮生意的 我想重振家业 重振家业 嗯 那你重振家业 跟嫁给我有什么关系 刚才你说 纺车还可以再改进 后来你却又只字不提 我知道 你不信任我 所以 我才嫁给你 这样才能获得 你对我的信任 如果这样 你还是不相信我 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我信 那你愿意娶我了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我同意 和你合作 小柔 我可以在你家 住一段时间吗 当然可以 嗯 相公 我还是觉得你把东东 娶回来最好 多好的姑娘啊 长得好看 还会写会算 比我强一百倍 出去出去出去 以后不准再说这件事了 哎 今晚又没戏了 嗯 不行 明天必须打发他走 把这个电灯泡赶到棚子里去睡 等手 啊 啊 厕所呢 你出事 要不然宰了你 啊 天 天光 教练 臭娘子找死 三大侠 现在该怎么办 直接冲进去 杀了他们 你 你 该死了 住手 不然我宰了他 谢光 有话好好说 你放了他 把你的银子都给老子拿出来 可以 把你的刀 扔呢 钱都在狗窝 我现在就去拿 别跟老子耍花头 要不然 好好好 钱已经给你了 放过我朋友 哈哈哈 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就是让你的老婆和这个女的陪我一次 你休想 你找死 啊 妈的 贱女人今天杀了你 啊 这是什么武器 香 啊 啊 啊 大灯家的 我会 要管你的 无论是谁 都不能伤害我的家人 千万老子也不行 啊 小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吓死我了 风哥怎么回事 谢光入室抢劫 还要杀了我 死的好 小凤啊 你放心 我立刻就去保官 全村的人都可以证明你不是故意杀死他的 谢谢村长 此次你杀谢光这个恶贼有功 村里谢谢你啊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马上放了我 要不然 我要你们统统死无全事 这么嚣张 谁给你的勇气 杨静如吗 杨静如是谁 直播 我告诉你 我是老虎山的军士 你要把我送的官府 大邦家不会放过你的 还有你们整个村 老虎山 什么是老虎山 老虎山 是附近一个土匪的一个山寨 上面有几十号土匪呢 他们杀人如麻 收了钱 一个村子几百号人 都被他们给杀死了 官府不管吗 官府打过好几次了 但是都没有成功 还死了很多人 这年后 土匪这么嚣张 村长 不好了 土匪来了 惹祸事了 祸事了 这可怎么办的 怕什么 大不了和他们拼了 街坊 看啊 石像点 就马上给我放过 然后跪地上 给我磕一百个枪头 要不然 你们都得死 别急 土匪 不一定是为了陈秀才来的 他们从哪来的 来干什么 是铁罐山的 他们派人送信过来 让我们半个月后交粮食 现在人已经走了 原来是送信的 你是算了 他是来送信的 不是来救你的 这怎么可能 这话 你留着跟官府说吧 姐夫 你饶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又要给土匪交粮 这让大家 怎么活呀 村长 我有一个办法 小夫 如果你有办法 能够帮助到大家 你就是我们村里的福星啊 我要开一个纺织厂 需要你帮忙召集一些 会纺织的女工 一天三十文钱 天哪 三十文 我的天哪 一天三十文 那岂不是比周尼还要多啊 钦锋真大气啊 你们谁愿意去啊 我 你 去 都去 我 去 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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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峰 金峰 我们发财了 别急 先喝口水 先不喝了 快 把东西搬进来 这箱子里面是啥呀 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 我知道了 好多钱啊相公 相公 你以后终于有钱考科举了 嗯 考科举以后再说 最重要是现在 给你们买几件新衣服去 不行 小柔可以不穿新衣服 但相公必须考科举 是啊 好了 你们呀先别着急开心 眼下还有个大难题没解决呢 什么难题 什么难题 这个是半个月以来 我们用新式的房车制造出来的布匹 除去工钱呢 我们赚了四百多两 这不挺可以的 但是眼下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更大的场地 建一个更大的工厂 不能再让工人们在空地织布了 你说的对 确实不能在空地上织布了 万一下雨就麻烦了 我同意你建厂房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砖不够 而且买都买不到 砖头都买不到吗 清砖价格贵 制作时间也很长 我们等不了了 这古代生产力就是低下 连砖头都没有 老子总不能自己造个砖厂吧 对呀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打造个砖厂呢 这绝对是个赚钱的买卖 你怎么了 东东 我有一个新的赚钱生意 你做不做 什么 你会造青砖 青砖之法乃是各大砖窑的传家宝 你怎么会啊 我不会啊 那你还说要 你知道红砖吗 红砖 就是红砖 这红砖虽然没有了青砖耐用 但是 好在生产的速度够快 还有结实 给 真是奇妙 你懂得好多啊 我马上去安排 小柔 你把这些收起来吧 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 好 我把它留着 给相公考功名 去吧 不好了 风哥 有人要抢我们的访车 是谁 是我 居然是你 你还没死 没想到吧 姐夫 我安然无恙 官匪勾结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死 这官府是怎么回事 姐夫 我有没有勾结土匪 你管不着 但是官老爷 我不怕告诉你 我的靠山可是周氏 大行官员真是腐败啊 你不会来 就是为了炫耀你自己的后台吧 当然不是 我是来 跟你做一桩生意的 什么生意 听说 你做出来一种新式房车 你可真够信你的 这种房车周氏爷看上了 他想用 一辆银子买下你的房车 但是以后 就不能再卖给别人了 也不能自己做 这可是巴结周氏爷的好机会 你签了吧 不可能 你休想 用一辆银子 就想买我们的房车 你这是银抢啊 我就是抢怎么了 你们也得给啊 这是周氏爷想要的 你们敢得罪周氏爷吗 我要是不给 你能把我怎么样 金风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只是一个穷书长 只要周氏爷想 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 古代地位不高 真的是忍仁贼 就是能有个贵族身份就好了 房车不会给你 现在你可以滚了 秦风 以为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今天 也得给 否则的话 你们都得死 土匪来了 忘记说了 老虎山的土匪是周氏爷 现在就在村外 你死定了 终于找到你了 快 他就是金风 马上杀了他 周氏爷要的房车就在他手上 快 他就是金风 马上杀了他 周氏爷要的房车就在他手上 快 杀了 快 为什么杀我 你们难道不是周氏爷的人吗 周 他没资格让我给他做事 先抓起来 敢问哪位是金先生 正是在下 在下倾怀 来此 特地向先生讨教 这不会也是来找事的吧 梁哥 张梁 参见侯爷 这就跪了 老张 你怎么在这里 侯爷 我家就在这里 你的腿 侯爷 都是过去的事了 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去了左校尉了吗 为何会在这里 我到了左校尉不到一个月 就遇到了党向人攻城 在战斗中 我的左腿被砍伤了 就退役了 退役之前 为何不来找我 侯爷对小人寄予厚望 费借心理 把小人送进左校尉 我却不争气 进去一个月就缺了腿 左手城墙 还被敌人攻破 没脸去见侯爷 胡闹 只要是英勇作战 负伤有什么丢脸的 有何不能见我 回侯爷 小人住手的那面城墙 被敌人攻破 虽然最后 又被增援的兄弟赶了下去 可毕竟失过一次 所以 你缺了一条腿 退役之后 以何为生 最初以种田为生 后来鸡丰兄弟 帮我做了一把能用的弩弓 我就打了一段时间练 最近猎物少了 我就帮着鸡丰兄弟 去县府做些采买送货的营生 工钱够收获吗 鸡丰兄弟人很好 工钱给的也很足 金方 多谢先生 侯爷客气了 我和张良本身就是亲戚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对了侯爷 你们来此所为何事 我们是来找打火英雄的 原来是找金风的 找我 认错人了 把贵人当成了土匪 收起来 收起来 别伤着贵人 见过侯爷 先生免礼 一直听人说 土匪郡村 村民都跪了一地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敢反抗的 侯爷可能不知道 这土匪为了立威 很可能滥杀无辜 我是打火英雄 我越强势 他们就越忌惮 很可能就会收起立威的打算 你就不怕激怒了土匪 杀了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宁愿战斗而死 也不会束手就擒 屈服于其他人 我被读书人 宁愿站着死 也不跪着生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算赚 说得好 这才是我大康勇士该有的样子 张布头说 先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不愧是能独自射杀猛虎的英雄 侯爷 饶了我吧 都是周事业比我这么做的 先生 还是您来决定吧 陈秀才 你三番五次想置我于死地 你这是咎由自取 你不能杀我 老虎山的土匪正在路上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恐怕来不了了 难道你 进村的路上 遇到了几十个土匪 顺手杀了 手机又在此外 小兄弟 看到那个灯笼了吗 如果你能射中它 这个就是你的 小兄弟 你的弓弩可否借我一看 好 好剑法 好弓弩 不知先生 就是用此弓弩射杀的老虎吗 呃 老子他妈用的是枪啊 啊 对 用的就是此弓弩 这把弓 无论是上唐 还是瞄准 哪怕是大康军中 最先进的弓弩 都不及其十分之一 不知先生 是从何处弄来的 完了完了 在古代掌握弓弩 好像是大罪 要杀头的 这家伙该不会 小生的父亲 是一名匠人 从小耳熔目染 也学到了一些 这些弓弩 就是小生做的 原来先生 不仅是打虎英雄 还是名匠人 施敬施敬 这家伙肯定是小羊 没办法 但真是真正利己 既然侯爷喜欢这弓弩 拿去便是 先生大意 请怀替前线将士 多谢先生 不必客气 都是为了大康嘛 先生有所不知 军中若有此弓弩 伤亡势必减少五成以上 无数兄弟也能活下来 先生 对我有大恩哪 那你还不赶紧表示表示 中午 别到处乱看 这是对先生不敬 回禀爷 小的看见一访车 访车 先生 见笑了 天哪 速度比我以前见过的仿车 快了十倍不值 我娘活着的时候 要是看到这样一辆仿车 该有多高兴啊 快十倍不值 难怪周氏也会派人来抢 先生 这仿车 也是你造的吗 嗯 不知先生 能否割爱 怎么办 这是来打劫的呀 快想想办法呀 好嘛 这才来大康没几天 就被一位侯爷盯上 只要是不给侯爷杀的天明和杀之鸡 没什么区别 这些仿制车 只是小生给内人做的小玩意儿 侯爷若是喜欢 拿去便是 大哥哥 这是相公给我补贴家用的 我们全村的奶奶 沈子还有姐姐 都要靠仿线吃饭呢 你要是拿走了 他们没有饭吃 会饿肚子的 我就不信你这么不要人 和女人想东西 原来是夫人的心爱之物 是我鲁莽了 谢谢侯爷 不老失火了 这么大的浓烟 恐怕火是不小 不是 那是风哥建的砖窑在烧砖 你们村还有砖窑呢 是 风哥说 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总是吃不饱饭 太可怜了 所以就建了个砖窑 让我们村里的伯伯们 在不种地的时候也有活干 先生大义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祭天下 小生不才 做不到奸祭天下 只能勉强 给村里人找条活路 风哥 竹头在窑上干活 我小心磕断了 你有空帮我修一修吧 对了风哥 我听梁哥说 你炼出了一种新铁 造出来的铁器更结实耐用 上次梁哥得到一把新刀 夸夸 那把刀削铁如泥 可惜梁哥他不在战场 否则定然能杀死更多敌人 开死梁哥真是多嘴 先生所造的武器能消停于泥 算不上 只是一些小玩意儿 登不上大雅之堂 张良 你的刀可否与我一看 好刀 先生 不知这新的炼铁织法可否辞教 够知的张良 叶琪和军队息息相关 要是回答不好 青海恐怕不会罢休 可以 这上面是新的炼铁织法 具体能不能行 我还没有把握 只能等炉子建好之后 才能知道 中午 是 去村里问一问 谁家有空余的住宅 借租一个月 记住 好好与人商谈 不可照视欺人 是 这家伙居然在这不走了 你怎么什么都往来说啊 侯爷不是那种坏人 这侯爷 不会在这不走了吧 侯爷说想留下来看看炉子 他对你新建的那座砖窑也感兴趣 说以前没见过这种砖窑 他不是侯爷吗 怎么这么闲 侯爷去年打了败仗 被兵部问责 军权也交了出去 最近没什么公务 侯爷手下只有五千铁林军 敌人足足有三万 而且还有六千的骑兵 侯爷怎么可能打得赢 能把敌人拖住十天十夜 已经是大功一箭了 也不知道兵部那些官 是怎么想的 住口 这些话 在家里说说也就算了 别在外面说 小心给你家侯爷多生事端 枉一上官 可是大罪 对了 这个侯爷 人怎么样 侯爷是个好官 跟别的官不一样 我可以用脑袋保证 他是哪里人 侯爷是亲国公三子 十四岁入军舞 官职都是刀枪拼杀出来的 二十三岁 孤军守松州 抵挡挡向两万铁骑三月有余 侯佩和援兵的兄弟两面夹击 全间敌军 圣上龙岩大跃 封金川献猴 很牛啊 季风 侯爷拿走访车不是为了自己 他只是想多赚点钱 照顾军中战死同胞的家小 你可千万不要错怪侯爷 侯爷 您别再走啊 我都快晕了 这炼钢已经失败六次 我焉能不及啊 别着急 失败是成功之母 肯定会成功的 真的 嗯 报 刀已造好 拿把刀来 好刀 这把刀果然消铁如泥 先生 不知这把刀可否卖给我 价格随便你开 只要我有的 绝无二话 既然侯爷开口了 那就用你的玉佩来换吧 恭喜侯爷喜得神兵 属下为侯爷贺喜 先生 这把刀如果运用得当 对大康来说意义重大 我想跟先生做个交易 如果先生 愿意用 这把刀的制造之法 上交朝廷 我保先生 良田千情 妖缠万贯 不知先生 意下如何 封建社会 钱再多都没有 那都是权贵的存款 多谢侯爷好意 恐怕我去不了 先生 你是有何顾虑 有 有戏 先生 有何顾虑 但说无妨 我定能帮你解决 我怕死 村民金风何在 朝廷征兵已被选中了 速速准备一下吧 柴爷 我们村的征兵已经结束了 人数不够 怎么又来征兵啊 官府的柴市 你管得着吗 听命就是了 可是 那个官差大人 可否问一下 今年这西河湾征兵 一共多少人 就你一个 而且整个金川县 就招你一个 哪有这种道理啊 别问了 赶紧收拾一下 准备去边疆吧 这 这如何是好啊 这 先生 此事不是我做的 我不是怀疑你 我是在想 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生 这位是张布头 他应该知道 为何只招兵您一人 金先生 单独征兵是周氏爷搞的鬼 陈秀才背后也是他 他想要你的纺车 所以才想把你弄去边疆 而且还是最危险的党项地区 他想杀了你 又是这个周氏爷 能不能花钱解决 恐怕不行 文淑已经交上了朝廷 他是铁了心要杀我 不过我金风 没那么好杀 先生说得好 不瞒先生 我在边疆地区有救部 我可以用权力把你调过去 对了侯爷 不知我交上这炼钢密技 可否向朝廷换个爵位 最低的那种就行 必须要有贵族身份 才能不被欺压 这个 是我无法办到 先生你换一个吧 大康历国三百年 先帝定下铁律 非军功者不得受爵 非军功者不得受爵 也就是说 如果我立了军功 就可以换取爵位 先生不是军人 如何立功 我不是 可你是啊 我听张良说过 你一直在为这 党向骑兵的事情做困扰 我若帮你解决了此事 算不算有功 先生有办法对付党向铁骑 有 愿闻其想 这骑兵防御力高 攻击力强 若想对付骑兵 最好的方法 就是杀死在近身之前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如何抵挡 披着重甲的铁骑 弓弩 先生 是我指引 你所造之弓弩 对付部族尚课 对付重骑兵就 不 我说的是重弓弩 我可以做出威力更大 保证可以 在两百米外 杀死骑兵 甚至 会更雨 先生 自言当真 如果侯爷全力支持 我有八成的把握 不知先生 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这些东西 侯爷 帮我准备一下 中午 在 速去将献手所需之物找齐 是 除了那些 还有这个东西 如能利用起来 也能对付骑兵 这个 能对付骑兵 中午 可有用 骑兵侯爷 有大用啊 所用战马皆被困除 无法前行 还有两个骑兵摔断了胳膊 大喜啊侯爷 真的 详细说说 战马进入铁瓦 铁瓷刺入马蹄 困除马腿 越挣扎越紧 片刻就倒地不起 若是在战场上 大面积使用铁瓦 必能拦住挡向骑兵 先生 真的可以 先生放心 我立刻写奏折 请陛下给你刺绝 如果陛下不愿意 我愿意 将自己的侯爵 让给你 不可 为何 军中无戏眼 这个只是咱们俩的设想 还没有进行过实战验证 若是失败了 咱们两个可都要掉脑袋 那先生的意思是 用实战证明 好 这些交给我 定不让先生失望 小柔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想给你做件衣服 没想到小了 相公 我是不是很没用 慢慢改 别着急 对了相公 这是从你包里找到的 这是什么啊 弹性很足的样子 这个 这个是袜子 袜子 这袜子好生奇怪 好像丝网 这真的能穿吗 小柔 其实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不如你现在穿着试试 我们 好的相公 我穿就是了 谁他妈这么无聊 不知道坏人好事不道德吗 相公有人找你 我倒要看看是谁 相公别生气 晚上 到了晚上小柔再穿给你看 谁啊 要是没什么大事 看小爷不打包你狗头 呃 那个先生 您要的东西侯爷已经买齐 这么快就找齐了 嗯 走 带我去看看 行啊 那你给我找个地方放 嗯 小放 哎 小风 砖窑已经冷却结束了 是不是可以开窑了 我这两天忙的 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 走 对 这就是红砖 咱们这回可要发财了 这样 你去跟大伙说一下 等我家用完 剩下的这些红砖 他们需要 让他们拿走用就可以了 真的 嗯 我替全村人感谢你啊 参见侯爷 老爷已经奏请陛下 陛下答应 让你重新制仗铁林军 太好了 侯爷 还有一件事我 老爷告诉我 现在铁林军情况十分危急 他们怎么了 侯爷 陛下夺了你的兵权以后 任命和明清借怪铁林军 那家伙去青楼赌场射把好手 但他根本不会打仗 现在 他把铁林军带去了清河谷 说什么 铁林军在清河谷 清河谷有什么问题吗 党向十万铁骑 救助炸在清河谷 那铁林军岂不是身陷险地 这铁林军的统领脑子是有病啊 先生 我此次先来 就是来请辞的 你不是说最快有一个月吗 这么着急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 时不我待 铁林军需要我 我必须即刻赶到清河谷 何时动身 明天 这么着急 先生 还有何时 村子附近有土匪 逼着我们交粮食 眼看时间快到了 我怕村子遇到危险 区区土匪而已 先生交给我 既然他们不长眼招惹了先生 那我就灭了他 不好了 不好了 金方 老虎山的土匪来了 他们致命 你要把你交出去 否则就要屠村啊 放肆 先生 放心 交给某家吧 中午 召集清卫队 随我杀敌 等等 怎么了先生 侯爷 既然这些土匪 是冲着我们来的 先生您 我想让侯爷看看 我们公武的威力 张良 召集村里的护卫队 随我 杀土匪 好 放 好弓弩 侯爷 此弓弩 摆成弩阵 即使是香野村夫 也能杀一百多的侯爷 侯爷是将军 具体的 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多谢先生 峰哥 一百多土匪 已经成功被斩杀 好 梁哥 把土匪脑袋砍下来 送到官府领赏 是 先生 时不我待 我明日派人来接你 我就先回去了 嗯 梁哥 你也去准备准备吧 明日洞生 嗯 相公 你一定要去打仗吗 去 必须得去 若无爵位 在大康 终究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我必须要获得军功 那我支持相公 对了相公 今晚我们圆房吧 啊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那 今晚把那个袜子穿上吧 好 绝了 相公我 笑容 你真的好漂亮 啊 先生该启程了 笑容 在家照顾好自己 冬冬 家里的生意就靠你了 嗯 张良 启程 魏州城 我终于回来了 恭迎将军归来 诸位请起 谢将军 谢将军 将军 你可算回来了 魏州城有希望了 将军 您是不知道啊 是来的铁连军统领 真不把兄弟的命当命啊 会 我庆怀在此发誓 定不会辜负各位兄弟 多谢将军 多谢将军 先生请坐 你怎么了 脸色为何如此难看 因为铁连军的事情 导向铁骑已经靠近铁连军 现任铁连军统领 是个蠢材 导致现如今铁连军身陷危机 某家请你 尽快制作出铁丝网 人和铁丝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没问题 这件事交给我 何明清 你怎么在这里 这位是 他就是铁连军 现任统领 啊 他不应该在前线吗 告诉我 铁连军现在怎么样了 铁连军就是一群窝囊废 什么狗屁精锐 挡不住挡向的铁骑 还要跑回来求援 铁阵脱逃 别胡说八道 我是回来找援军的 铁阵脱逃 按理当斩 父亲是国公 谁敢杀我 你 入口 你可是将领擅自离开军营是何罪名 信不信我现在就砍了你 范将军 庆怀不是来了吗 我愿意把铁连军还给他 让他去解决 剩下的事与我无关 这是甩锅呀 废物 那康军规有令 一日不交换帅印 你就是铁连军统领 就不能擅自离营 帅印 我现在就把帅印交出来 要是接下来铁连军吃了败仗 那就是你庆怀的罪过 与我无关 先回京城了 庆怀 东西你收起来吧 党项人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 你准备一下 待会就去军营吧 是 不过 那我先要 安排好先生 然后再去军营 行行 小生拜见将军 将军 金先生 是我在金川偶遇的大财 在降野之道上 颇有造诣 我准备 把铁连军的降作营 交给先生 等安排好先生 我再去铁连军 原来只是一个将 你自己安排吧 不 这是瞧不起我呀 将军 不知先生大财 还望先生不要见官 没事 你先去铁连军吧 先生 江左杰生产出的铁丝数量 都在这里了 时机还来得及 不好了 党星铁齐来了 什么 他们怎么会来 这里可是大后方 警方 是我 中午 快哈郎中 来不及了 先生 党三人打来了 侯爷 侯爷周上昏迷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何明清把铁连军弄得乱七八糟 侯爷重新调整部署时 党向铁齐起来 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幸好有铁丝王挡住了其兵 我们才把党向人打退 但侯爷却中了一刀 而且铁丝也用完了 怎么会这样 侯爷昏迷之前写下任命书 任命先生为铁连军临时同帅 请先生执张铁连军 啊 让我执张铁连军 是的 侯爷说 在船上和先生讨论过军阵 你是一位合格的将军 我那是玩游戏总结的呀 请先生救我铁连军 没想到来混个爵位 你送到战场 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但是铁连军必须全部提名于我 先生只管放心 军中的执法刘穹统领 谁敢不服 您就让刘穹砍了他 来人 背马 取青翠骨 末将徐霄参见将军 马上带我去找侯爷 是 请 侯爷现在病情如何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回将军 侯爷头部的伤痒痒就行 但身上的刀伤太长 伤口一直流血 恐怕 为什么不给侯爷的伤口进行缝合 缝合伤口 缝合伤口 你居然不知道 我要把侯爷的伤口进行缝合 这样杀好的才能更快 没听说过呀 你笑话 烈酒涂抹伤口会造成剧痛 而且伤口又不是衣服 怎么能用针线缝合 金峰 我看你是要害死侯爷吗 你是何人 老夫是范将军的幕僚 范将军命我 马上给我去准备我要的东西 我看谁敢 他是想要害死侯爷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要害死侯爷 用针线缝合伤口 难道不是要害死侯爷吗 老夫从没见过这种医治方法 那是你见识前 我 一切都听先生的 我知道范将军派你来 是前渡金先生的 你可以看 但不能顾问君武 更不能顶撞金先生 否则 杀 将军 您要的东西 这下好办了 这下坏了 范将军这小子竟然用针线缝合伤口 侯爷这是凶多吉少啊 我要去比高大帅治他的罪 侯爷醒了 怎么了 侯爷真的醒了吗 真神奇啊 脉象稳定 鲜血止住 高烧停止 侯爷真的救回来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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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真的醒了 现在 立刻派人把侯爷送去渭州城 是 将军 刚刚急腿挡向小谷铁骑进攻 情况不是很乐观 我们现在还能坚持多久 最多七天时间 才七天 挡向铁骑太强 我们的铁丝网不够 能用五千人拦住对方五万铁骑 已经是很难得了 这么好的位置 为什么不在山上安放投石车 投石车 是一种战车吗 投石车你听说过吗 末将不曾听过 那铁骑铃和陷马坑呢 也没有 纵 投石车铁骑铃 都是对抗骑兵的重要武器 炮子要是全造出来的话 学校听令 在 你立刻 达二百军事 将这上面所需之物 尽快配齐 是 先生 你二人上场砍树 是要坐刚才说的 那个投石车吗 没错 这东西靠谱吗 当然靠谱 如果把这个投石车 放在我标记的地方 就算来了再多党向骑兵 都别想冲过去 这么厉害 中午听令 在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竟然还可以这样对付骑兵 请三军放心 中午保证完成任务 建峰 你派人进股干什么 莫非将夜袭党向大赢 这么点人夜袭党向大赢 就是去送死啊 侯爷说了 你不能过问真误 我希望下次别再这样 外面怎么了 不好了老爷 党向人打过来了 铁连军 铁连军现在何处 他们去了山头 这小子不会吓傻了吧 半将军说的没错 将人果然靠不住 铁连军 铁连军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下链列阵迎敌呀 奇怪真是瞎了眼 把铁连军交给你这样一个糊涂蛋 完了 铁连军完了 魏州城也完了 报 党向骑兵已到达玉地为止 线马坑起了巨大作用 党向铁骑死杀三千有余 线马坑 你 杀 骑兵将军 我军大胜 击杀敌军五千余俘虏过万 倒向铁骑溃不成军 先以明金收兵 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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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不知放在铁连军用的是何阵法 某家从没见过这种阵法 马骑顿方阵 马骑顿方阵 对 我军步兵居多 步兵对战骑兵 天生就不占优势 马骑顿方阵 恰恰就是弥补步兵的不足 专门克制骑兵 没想到 确实有用 真乃齐阵哪 将军高明 此前是某家轻视将军 某家向将军赔罪 不必多礼 我们去看看吧 将军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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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太可怕了 老子以后再也不上战场了 不怕吐吧 第一次都这样 习惯了就好 遥想老佛第一次上战场 不但吐得天昏地暗 还尿了裤子 谢谢 刚刚借到战袍 铁连军被五万党项铁骑包围 现在已经失去联系 恐怕 铁连军全军 混沫了 都说铁连军是 珍惜军第一劲动 我看也不过如此 不是铁连军不行 是庆怀重伤 把铁连军交给铁匠指挥 这庆怀也太儿戏了 铁匠也会打仗 清水谷大姐 外面在喊什么 好像说是清水谷大姐 什么 大帅 清水谷大姐 斩敌一万余 俘虏敌军一万余 俘虏敌军一万余 货战马六千多匹 铁连军死伤如何 铁连军无一伤亡 灭了党项骑兵一万多 铁连军无一伤亡 怎么可能 大帅 此字假传军报 其罪当诸 你说的是真的吗 这是赵先生 亲手写的战报 这上面的笔记 还有盖章 绝不会错 清河谷大赢了 什么 太好了 好 你把战斗过程 与本将军详细讲述一遍 金先生发明了一种战阵 正好克制骑兵 在地上挖坑折断马腿 这么好的办法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还有这个马气队风 真是一等阵法 金风真是一个将才啊 大帅 末将军率领德宁军 前往清水谷 增援铁连军 周启卫 我看你脸皮也太厚了吧 人家打了胜仗 你去增援 我看你是去抢攻的吧 此言差矣 铁连军终究只有四千多人 还要作战 还要看守战符 哪里顾得过来 小弟是去帮他们看守战符去 周启卫 李克率领三千人马前往清水谷 帮助铁连军看守俘虏 不得有 是 周启卫来增援 都他妈打完了 还增援个屁啊 小姐 你要小心周启卫 怎么说 他和新川的周氏也是亲戚 这次来肯定别有所图 这小子是来偷师的 或者是来抢军功的 妈的 这帮将军 全是金城的顽固子弟 打仗全不行 后妞第一名 也不知道狗皇帝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要求帮忙住房 将军万万不可答应啊 这位就是金先生吧 久仰久仰 周将军辛苦 不辛苦 我们德宁军这次来 就是辅助你们军住房的 金先生不用客气 需要我们德宁军住房哪一段 只管吩咐 真被这老家伙说对了 将还是老的辣 住房之事 就不劳烦德宁军的兄弟了 周将军 就按照大帅的命令 去看守好战俘就可以了 否知 党项战俘关押在何处啊 徐晓 在 你带周将军去战俘营 是 周将军 请 傻瓜你们这些大康废物 不好了 后备营走水 党项俘虏趁乱叶袭 将军 后备营走水 党项俘虏趁乱偷袭 怎么会这样 还命副将带人去镇压 区将已被党项人斩杀 我们损失惨重 所有士兵都逃命去了 将军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走了 那铁林军怎么办 不管他们 我们回京城 把俘虏丢失的黑锅 回到他金风头上去 对 党项出动十万铁骑 铁林军定为全军覆没 正好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走 为京城 将军 党项人偷袭 后营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党项人怎么跑到咱们后边去了 还能为什么 肯定是德宁军没看好俘虏 又岂为这个蠢货 把人绑好交给他都看不住 续枭 按照计划行事 我掩护你 是 先生 铁林军总数九个营 为何此处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是否有队伍被冲散 还有徐霄去了何处 徐霄被我派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任务 你是故意把脑向人奉进清水谷的 难怪老夫发现此处粮草众多 够吃两月有余 原来你早就有了准备 竹竿和盾牌 也是你故意让党项人烧掉的吧 所以 你早就知道党项俘虏要吸引 故意把他们放进清水谷的 老夫虽然不知道你的计划 但是老夫建议 你在山上多点一些火把 这样可以迷惑党项人 果然 姜还是老的了 什么 清水谷失手 铁林军退到了清水山 周启威呢 让他滚过来见我 回大帅 周将军说受了伤没进城 他带人回京城了 他这是卫阵脱逃 怎么回事 清侯你冷静 周启威呢 周启威害怕责罚 不敢进城 直接回京城了 还有就是 你别激动 铁林军还需要你 我立刻派出援军去救他们 多谢大帅 齐兵大帅 等元清水谷的援军 被党向铁骑伏击 结果 全军覆没 他们不是都熟悉了方阵吗 还有秦怀给的铁丝王 这会如此不堪一击呀 党向铁骑来得太快 有一半的兄弟 还来不及组建阵法 就被冲散了 先后给的铁丝王 还留在车上 来不及组装了 完了 铁林军完了 完不了 您可是在等什么 赵老英明 我确实在等一个信号 报 侯爷派人来了 参见将军 你交代我送给侯爷的信 我已送到 侯爷怎么说 侯爷说 一切都交给他 好 启禀将军 狼烟升起 传我将令 全军出击 是 报 水区一挖开 大水漫入 党向人已彻底进入包围圈 梁草被烧 后路被断 党向人 就只剩一条路 攻打清水山 是 打清水山 张良 全军准备的怎么样 天一准备完毕 好 现在 是等现实的信号 是 报 报 党向铁骑中阵 已被我重弩射杀击 报 党向铁骑下马 与步兵出阵 被投尸机射杀大半 仓皇败退 先生大财 用我们投尸机 绝对是战争的一大力气 党向人这次必败无疑 这三日 党向铁骑已被我军射杀数万 县良草已消耗殆尽 是该我军出击了 中午 属下在 给侯爷传信 这场战斗 该结束了 启禀侯爷 先生传令 可以结束战斗了 好 传我军令 全军出击 殲灭党向铁骑 是 报 启禀将军 侯爷上午渡河作战 杀的党向铁骑溃不成军 现已经活捉党向大帅 李继魁 好 不愧是侯爷 如此一来 此战我军大胜 以先生之功劳 必定封侯 多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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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不必多礼 我只是一介白身 怎么能让侯爷下班 很快 你也会是贵族了 当真 当真 大康党向交战多年 此次大战 是大康首次取得全面大截 足以载入史册 先生又是守公之臣 别说封侯爵了 甚至封公爵也不是不行 打仗就是为了爵问 这下终于圆满 先生 走 咱们去见见范将军 这几天他可一直在夸你呢 好 行 范先生 这个党将人是谁 这位是党将军大帅李济奎 他是俘虏 为何在此大吃大喝 李济奎是党将皇族 这是朝中官员定下的规矩 什么狗屁规矩 古代也遵守国际公约嘛 吾娜小二见到本帅还不下跪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跪去 放肆 帅那党相皇族 见到本帅竟然不跪 这就是你们大坑的李叔嘛 你 李叔 你一个手下败将 也配跟我谈李叔 本帅是被庆怀击败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李济奎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死守清水山 把你死死压制的那位 就是这位先生 原来是你 没错 金先生 一区区数百人 封锁清水谷 把你们数万铁骑 困在清水谷动弹不得 你有什么理由 让他给你下轨啊 你说什么 清水山上只有数百人 你是故意放跑俘虏 然后把我们放进山谷子是吗 李济奎 你还没有蠢道 我可就要嘛 实话告诉你 鲜马坑铁丝网 方阵投石车 也都是金先生做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 有朝一日 我必将你千刀万剐 你都说俘虏了 还说大话呢 当心被扛了 那可说不定啊 李大帅下去休息 范将军 朝廷不会真要把他给放了吗 李济奎是党项皇子 朝中官员为了展现宽容 十之八九需要将其放回去 这个应该有不穷于 范将军 小顺还有事情 先告退了 看来庆侯是有话要跟我说呀 将军 方才为何与李济奎说这些 这不是让李济奎记恨先生吗 我就是希望他留在铁灵军 难道你不想吗 将军 你有所不知 先生 极为骄傲 若好好商谈 可能还有机会 可将军如此逼迫 恐怕 适得其反 这可如何是好 对了 我马上给皇上写战报 奏明金先生的功劳 让陛下大大嘉奖他 也只能这样了 来人 速去将战报承交陛下 圣旨到 庆侯范将军戒旨吧 废天成运 废天成运 皇帝赵曰 铁锡军镇守有功 和封范成运 镇西宫 庆侯封地增加一线 铁铃军提升为甲等军 钦此 庆侯范将军戒旨吧 臣领旨 请问陛下 对金锋有何神心 金锋戒旨 册封金锋为清水南绝 赏银五百两 钦此 戒旨吧 金先生这么大的功勋 就少一个男爵 清侯 是在质疑陛下的决定吗 请问清水南绝 封地在哪儿 清水南绝 没有封地 什么 没有封地 没有封地就是虚绝 相当于没有学位 这也太无分了 金先生老虎功高 陛下怎么会如此 只是个男爵也就罢了 还是个虚绝 赏银五百两 每月奉银五两 这哪是赏赐 分明就是羞辱 将就给那个燕人的赏 全都不止五百两吧 清侯宣言 清侯 这是清国公给您的 原来是朝中官员 嫉妒金先生才能 其中以周家周国公为首 临手将陛下施压 不让陛下重赏他 更不能让金先生带兵 荒唐 没有金先生 清水谷如何大姐 话虽如此 却让朝中的大臣们 更加忌惮金先生 有功不赏 就连周启渭那种 败军之调上次都比先生高 再这样下去 大康还有何人敢为大康拼命 先生 我知道这个结果对您不公平 我一定会写书回信 让我父亲再争取一下 不必 我对这个结果挺满意的 我这个懒人 来这里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爵位 现在已经得到了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但这只是虚决 连封地都没有 只有每个月的无量封银 那再好不过 虽然钱少 但事情也少 起码不用打仗了 而且 我也不缺钱 啊 侯爷 先生并无不满 您为何还如此生气 先生看似没有不满 但也被伤透了心 只怕他 再也不会为国成长 你觉得这是好事 什么 军中少了先生这样的大财 斗鬼朝中那些贪污的奸臣 侯爷 大事不好 先生走了 什么 合适度的 今日凌晨 哎 就让他走吧 继续留在此地 是对他的忧忍 侯爷 这是先生留下的 上面记录了各种武器的密造制法 哎 哎 多谢金先生 多谢自己 我告诉你们 金锋去了军队已经死了 赶紧把家产全部交出来 家产都是我相公的 实话跟你说吧 你相公已经死了 胡说 我相公没有死 金锋去哪不好 偏偏去了铁林军 边境已经传来消息 说铁林军被挡向数万骑兵 船团包围 现在战斗应该已经结束了 你觉得金锋那个文弱书生 他能活得下来吗 什么 被党向人杀了 相公 行了行了 别嚎了 赶紧把家产全部拿出来呀 家产都是我相公的 我凭什么给你 笑话 金锋已经死了 家产都是你的了 我是你大嫂 问你点财产怎么了 这位大婶 即便我大哥死了 那家产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个青楼出来的小妾 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嫂嫂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家产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的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快请先令大人进来 大胆 见到县令还不行礼 参见县县县大人 起来吧 县令大人您给评评礼 老爷 金锋已死 按理说家产权归官小柔 他可是官家的人 我是不是应该分一点财产 你说的有道理 本县决定把金锋的财产全部判给官 怎么能这样 放肆 你敢质疑本县吗 我说的你可听清楚了 懂了懂了 抢夺那个扫把心的财产 然后交给县令大人您 县老爷 不知道事后 是不是真的给我一百两银子 本县令可不会撒 好好 可家产都是我相公的 如何能归属官家 是啊 判决之事也应该在公堂之上 不然难以服众啊 大胆 你们俩也敢武力我 来人啊 在 拖出去 打三十大板 我看谁敢 相公 没事 我回来了 芬哥 你终于回来了 你不是已经死了 看来嫂嫂很希望我死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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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趁我不在的时候 抢我家产 打我欺儿 我 你就是金锋 是又如何 见到本官 为何不怪 因为你还不配 来人 多出去打一百大板 我看谁敢 我跟你讲 襲击朝廷命官 是要砍头的 是要砍头的我跟你讲 张宪令是吧 你还挺会扣帽子 那本爹 那本爹 就好好跟你说道说 爹 爹 没错 爹爹在前线抗击党相有功 被陛下封为清水男爵 被陛下封为清水男爵 男爵 爵位 从无品往上 你这个县令不过是个七品的小官 现在到底是谁向谁行 下官 参见清水男爵 那现在 还赏不赏我板子 不不敢 那还抢不抢我家长 都是那个姐夫 是他欺骗本官 爵 明天明明是你 姐夫 你敢诬陷本官 你 来人 拖下去 打三十大板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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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没什么事 下官就先走了 好 拜见军爷 别别别别 赶快起来 都起来 不用这么客气 有出息了 咱西河湾 有福了 上公 你真的当上爵业了 小柔 你应该自称妾身 现在你是爵业夫人 我 我不知道 咱们家呀 没那么多规矩 诸位 我说什么来着 小柔 她不是在兴 她是我的福星 以后 谁再敢说小柔 是灾星 我打碎你们的牙 我就告辞了 走走走 嘿嘿嘿嘿嘿 哎 小柔 给相公七杯茶 合作了 相公在前线大盛党相 切身为相公喝 相公请喝茶 谁教你的这些 哎 还是有家好啊 呢 送给你们 哇 哇 是金的 谢谢风哥 小柔 你不亲相公一下吗 啊 风哥 这簪子真好看 我去试一下 小柔 上次那双袜子 今晚能不能 嗯 嗯 呀 怎么了 搓衣服太用力 扭到手了 走走走走 先去屋里 好 走 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怎么回事啊 洗个衣服 为什么搓那么大的劲 不用力搓不干净 可以用肥皂啊 什么是肥皂 什么是肥皂 不会古代没有肥皂嘛 你们 没见过肥皂 那我们要是造肥皂 岂不是 笑容 你真是我负心 我又想到一个赚钱的好法子 风哥 什么赚钱的好法子啊 我要造肥皂 相公 这东西真的能造出你说的肥皂吗 是啊风哥 这些柱油好臭啊 真的能造出像像的肥皂吗 等会儿啊 你们就知道了 这造肥皂又不是什么难事 你们等着就行 就是他了 他真的能把衣服洗干净吗 相公说行就一定行 行不行 去试试不就知道啊 恩公 这个肥皂生意啊 一定要给我做 我相信一定能够发大财 行 没问题 就交给你了 梁哥 这么着急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半个月前 铜山又出现了土匪 这几次送货都被敲了竹杠 老张 你这不行啊 给土匪交什么过路费 手里有家伙干他们就行了 他们是铁罐山的土匪 铁罐山 我感觉他们是故意的 他们每次收的过路费一次比一次多 什么意思 他们只打劫我们 不打劫其他人 他们在试他 试他 试他 我们赚的太多 数大招风 这山贼收过路费 是为了制约他们 不能随意动手 否则 就会引起对其他村子的不满 梁哥 如果你率先杀了土匪 他们就有借口针对西河王了 梁哥没动手是对的 先生 要不我们把铁林军找过来 干掉他们呗 不可 铁林军需要镇守边疆 不可来帮助我们 朝铁也不会同意 那就任由土匪打劫 想打劫我金风没那么容易 不过 我需要你帮一个忙 帮忙 先生请讲 招聘铁林军退役老兵 越多越好 先生 铁林军老兵已经早期 但只有三十多个 三十多人 差不多 加上村里的也有近百人 保护我们完全没问题 就是这操练的方法得换一下 操练方法 按照这上面操练 是 先生 这科学训练法果然是妙法 在下佩服 都是小问题 先生 我的任务完成 也该回去跟侯爷复命了 把这训练方法带上 顺便 给侯爷带几块肥皂 是 相公 还是我家小柔好 相公别闹了 外面来了一群姑娘 她们说来找你的 是来纺织厂找活的吗 我看不像 她们都骑着马来的 穿着铠甲呢 骑马穿甲的姑娘 相公 是不是你的红颜知己 如果是 那就纳妾吧 成天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走 出去看看 你就是金锋 这你们谁啊 看着挺阴气的 正是 请问您是 我是庆怀的妹妹 庆木兰 庆怀的妹妹 这 没听你哥说过呀 这是我哥写给你的信 嗯 先生 此女是我堂妹 其父生前 对我照顾颇多 然小妹不喜红妆爱武装 我倍感偷疼 她还让其与先生学习 得罪之初 望先生谅解 情怀败上 原来是庆财的堂妹 还是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小姐 我哥说了 你是天下间最厉害的将军 让我来向你学习 等学成了 就去边关 杀敌报国 哎 难怪庆怀让她来找我 这是送了个姑奶奶呀 好好的女孩不在家绣花 打什么仗啊 你揉脑袋干什么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呃 不是 我只是觉得 这打仗啊 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你们女人 你果然瞧不起我 请先生指教 这女人这么猛猫 收起来收起来 我是个读书人 我跟你比划什么呀 看在你哥的面子上 我可以把你留下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要是做不到我的标准的话 哪来回哪去 说吧 什么条件 我会向你证明 我们绝不比男人差 梁哥 把她带下去 和护卫队一起训练 嗯 现在后悔啊 她来得及 我亲木兰 从不知什么叫后悔 我后悔了 相公 木兰毕竟是个女孩子 你是不是 哎 她要是坚持不住 可以走 谁说我坚持不住 啊 啊 那 你也看见了 金风 你别瞧不起人 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 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些 臭男人看扁 行 那你把饭钱先结一下 什么饭钱啊 怎么 你吃饭不用给钱的吗 快点 给你 一百两 勉勉强强够了 土匪杀人了 你 哎 哎 哎 怎么回事 今天押送的货 全被土匪抢了 胡子还被打断了腿 没给他们保护费吗 他们不要 他们只要货物 上来就抢 要不是我带着兄弟们跑 大家都回不来了 多亏了张捕头 我们才能安全撤离 选手 我们又见面了 多谢张捕头出手相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不要拒绝 嗯 张良 你先带他们下去 我有话要跟张捕头说 走 张捕头 明人不说暗话 您是否知道 铁灌山的土匪是从何而来 铁灌山土匪是周氏爷的人 每年铁灌山收取的罪量 要上交三成给周氏爷 周氏爷 嗯 难道是张献令派他来的 张献令可没有资格拆解周氏爷 相反 就连张献令也是要听周氏爷的 一个师爷竟然能控制县令 张献令出身微末 能走到这一步 那都是周家的资助和打点 一直到现在 张献令的家人都还在老家 没接过来呢 周氏爷确实盯上你 但不是为了银子 而是先生的仿车 我说这土匪为什么盯着我不放 原来是为了我的纺车呀 听说周氏爷也是做纺织的 上次与他的手下喝酒 周氏爷明确说过 他一定要将纺车弄到手 为此可以后系一切代价 包括杀了些人 他可太高估自己了 土匪设卡只是牛刀小事 若先生还是不答应 那周氏爷就会让土匪全部下山 直接屠村的 够狠 为了利益 连普通百姓都杀 先生 此事非同小可 您还是把作坊搬到县府 到时候土匪就没有办法了 多谢张捕头 我再想想吧 不好了村长 忠实也派人送信过来 向我们三日内拆除所有工厂 交出房车 不然就让铁瓜山的土匪图村了 不能啊 全村都指望这工厂 都没有工厂 都没有工厂 实说 只要是打土匪 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行 对 金锋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吧 对 对 放心吧 风哥 护卫队交给我 绝不会有任何差错 走走走走走 金锋 你知道铁瓜山上有多少土匪吗 这么做 等于让村民们去送死 我知道 一共有五百四十三人 你知道 那你还这么做 铁瓜山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西河湾村民相保密 早晚和他们会有一战 可怎么打 难道就凭护卫队的三十多个老兵吗 纠正一下 不是三十多个 是一百多 一百多老兵虽然强悍 但铁瓜山一手难攻 我知道你在青水谷一战 倚少胜多 但现在占据有力地形的是土匪 我们根本攻不上去 谁说我要攻上去 我让他们也下不来 活活饿死他们不行吗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木兰啊 你要知道 战争之道 你死我亡 你要尽可能利用 所有能利用的条件 最大程度的争取战争的胜利 知道吗 多谢先生教诲 对了先生 我刚刚就想问你 定时炸弹是合物 定时炸弹吗 以后你就知道 先生 你 相公 木兰怎么了 可能 是大姨妈来了吧 啊 土匪来了 先生神迹妙算 你说这两天土匪会来 果然来了 啊 别急 再让子弹飞一会 那我去喊梁哥 让他们准备一下 嗯 老大 你怎么来了 老不死的 你说你们西河湾出现了个大人物 带我们去拜会 拜会 拜会 老不死的 赶紧带路 信不信我现在砍死你 好好好 我这就带你们去 你就是金风吧 你就是金风吧 正是在下 大人物果然是大人物 还真沉得住气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嘴巴很臭 找死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是我们三当家的万人图 他手里的刀砍死过几百人 小子 现在知道才跟谁说话了吧 万人图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万人筒呢 你 好 有胆气 知道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知道 无非就是来谈判 做 你没资格跟我们谈判 我们来就是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做得好 我做不好 那我倒想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呢 交出纺车 还有你那个什么工厂 也坏了风水 全都给我拆除了 然后村里所有的村民 都给我种地去 胃口还不小呢 还有 把这周师爷的卖身器 给我签了 终生为奴 不可能 那你们就是想死 能杀死我金锋的人有很多 但是你 还不配 你他妈找死 我本来今天还想放你走 但是呢 千不该万不该 伤了我的人 今天 你还是死吧 就凭你一个穷书上 拿什么杀我 我一直手都把你捏死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把我给捏死 小子 看我今天怎么弄死你 就凭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当老子是下大的呀 哎 手死啊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这什么武器 沙漠之鹰 沙漠 之鹰 哎哎哎哎哎 你这样 我又要杀了你 大爷饶命 先生要我说 就把他们全部都杀光 都是文明人 别总动刀动枪 行了 你们回去吧 先生 你把他们都放跑了 他们会带来更多土匪的 我就是要土匪全部下山 啊 上天有好生之德 杀一两个土匪是没有用的 要杀就全部杀光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去见盐了 先生 你 别啰嗦了 准备吧 接下来的土匪一个都会放 风哥 狼烟生起 铁瓜山土匪出动了 雷谷准备作战 是 总算能看到先生作战的场面 杀 不好了 风哥 四百多土匪朝村子杀了过来 弓弩骑射 投石车轮发 最后 陆卫队持刀突进 是 启禀将军 四百土匪已经全部被监 俘虏二百 这是铁瓜山土匪大当家的 跪下 将 将军 拖出去 掌啊 拖出去 饶命 饶命啊 饶命啊 风哥 现在就剩下铁瓜山上剩下的土匪了 去吧 一个也不要放过 是 相公 你真厉害 四百个土匪 说杀就杀 先生英明 木兰佩服 四百多土匪灰飞烟灭 真是叫我大开眼界 西河湾之围 已解 不 这只是第一步 重要的 还在后面 啊 木兰 你要记住 上兵伐谋 那土匪 只是险急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幕后黑手 幕后黑手 他也该来了 西河湾村长刘汉元 见过周师爷 不知官爷为何带着官兵前来啊 本官来此 难道还要向你报呗 官爷说笑了 好了 素素带我去见金风 有事找他 是 官爷请 先生产出铁观山土匪 想必收获不小吧 也没多少 也就一万多两银子 还有五六百车粮是吧 该死 铁观山有这么多钱 居然只给我七百两 开玩笑的 铁观山没有那么多钱 师爷 别找了 房车不在这儿 房车 什么房子 是真能演呀 师爷 我没有功夫陪你在这儿玩 有话直说吧 先生说话做事果然爽快 那我也不绕弯子了 既然先生也知道 铁观山的土匪是我埋养的 那么在动手之前 是否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呢 麻烦师爷你搞清楚好不好 他们来我家门口要把我碎尸万段 我怎么通知你 死了跟你托梦吗 行 就算先生是逼不得已 但是你杀了我费尽心力培养的土匪 就必须赔偿 就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赔偿 我也不多要 就一万两银子和五百车粮食 这事就算了了 我们以后好兄弟 师爷 麻烦你考虑清楚 你养的土匪 要杀我 我把他们杀了 我还要赔偿你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赔你大爷 铁观山是不是土匪 不是你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秦川县数以万计的百姓 都知道铁观山上是土匪 而且我们抓了一百多活口 他们都是铁证 先生 你这个老婆真是太幼稚了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 但是在金川 我就是律法 我说铁观山是土匪 他就是 我说不是 他就不是 那我们可以上公堂 上公堂 你可以试试 我也想看看 县令老爷是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不过 我要提醒先生一声 按大康律里 以名告官 不论对错 先打二十大板 先生真要上公堂 就要先养好屁股 做好挨板子的 怎么样 鸡先生 这下你得想明白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交出出铁观山之外的战礼品 再赔我五千两银子 哎哟 你看我这个脑子 怎么把纺车给忘了 交出纺车 我就站在清禾的面子上 放你嘛 先生觉得如何 周师爷这么肯定吃定王 给你脸 叫你一声仙上 不给你脸 你就是只蚂蚁 随手就能碾死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否则 别怪我派兵镇压西河湾 到时候就算是庆侯亲至 也救不了你 不好了 村里已经被官兵沉步包围 我们出不去了 金方 现在服不服 周师爷 你还真是无耻 你这种贱民 凭什么与我周家争放 拿你纺车是看得起你 你别不知好歹 苏苏答应 我可以饶你不死 我拒绝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反正杀了你 一样能夺去纺车 来人 我动手 杀混他们 下辈子 记得擦亮眼睛 这句话 我也送给你 先生 您吩咐的事已办错 你是何人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放肆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参见诀业 启禀诀业 外面的士兵已被全部控制 诀业 什么诀业 看来张县令 什么都没跟你说 先生 是陛下亲风的清水男爵 什么 这不可能 也只有你这种井底之蛙 才难以相信 你若是知道先生在边关只有五千人马 就击败了二十万挡向铁骑 你就不会这么想 挡向铁骑不是庆峰击败的吗 这得感谢你们周家 要不是周国公故意封锁了先生立功之事 如何能抓到你与铁观山勾结的铁证 陷队 这是你过一弱的陷队对不对 现在明白已经晚了 官匪勾结杀粮冒攻袭击难决 此三罪足以将你染手一百次 你们不能杀我 我可是朝廷命官 你算个屁的朝廷命官 你一个师爷根本就没有关身 拖下去 长了 你们不能杀我 你们不能杀我 昆哥 这里是周师爷的狗头 扔了吧 先生陛下圣旨 侯爷在陛下面前据礼力争 最后陛下赏赏赐您一座男爵斧 还有一座男爵斧 先生不知您何事搬过去 过几天吧 您有一座男爵斧 对 过几天我们就要搬过去 那这里怎么办 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 有时间还会回来住的 一切都听相公的 小柔 你怎么了 小柔 他这是有喜了 你 我 我要当爹啊 小柔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相公前段时间 忙着与周师爷周旋 我害怕你分心 所以就 东东 我来是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哦 之前你给我画的画 就是用这个画的 对 太神奇了 这样吗 这样 这个 对 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嗯 放心吧 交给我 轻松 轻松 哎 相公 我算出来了 是五二零 可是 这数字 有什么含义吗 五二零 代表着我爱你 在你跟我的时候 一穷二百 都没有给你一个正式的婚礼 现在 我給你 親愛的關小柔女士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快坐好我給你們畫張畫 開始了 你好 好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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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